因为无论他打开哪扇门 门外的景象都和刚刚的一模一样 女警被吓傻了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刚刚接到报案就应该多带几个人 原来在几分钟前 他收到了这栋大厦发出的报警信号 起初他以为只是一些小打小闹 因此便没有通知自己的同事 很快 他只身一人赶到了报警现场 可刚进来他就傻眼了 只见里面的走廊深不见底 根本就不像是一样 是一个走廊该有的样子 他想要赶紧找到报警的人 可不料就在这时 仓库的报警器却响了起来 女警听见动静立马赶过去 然而无论他怎么使劲 那门就是打不开 他意识到可能是警报器出现了故障 可女警不知道的是 此时有个人影正在角落里 偷偷地盯着他 但好在这时 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 结果等他转头的时候 那人却又消失不见了 然而本着负责的态度 女警又来到地下室查看情况 可这里屋起码黑的 他只能掏出了兜里的手电筒 然而尽管都已经这样了 可他依旧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不料就在这时 他似乎发现前方好像有个人在呢 结果等他仔细一看 一个手持力斧的面具男居然就站在那里 女警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吓傻了 于是立马就打开门逃了出去 结果下一秒 里面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他被对方那诡异的模样给吓了一跳 可如今前有狼后有虎 他便只能朝楼下跑了下去 好在上天保佑 他总算从里面逃了下来 然而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女警掏出了腰间的手枪 紧接着便开始寻找出去的路 可谁知 直到这时女警才知道 搞了半天这些全都是同事们的恶作剧 她被气得够强 可毕竟都是同事 她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然而尽管只是个恶作剧 但事后他们才得知 女警所检查的那栋大厦 竟然真的每天都会有人失踪 据说凡是11点进入到大厦的人 都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 女警以为又是同事们和起火来吓自己 因此便也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 女警正准备开车回家 可这时那栋楼的报警器居然又响了起来 并且让她没想到的事 此时正好是半夜的11点 她想起了同事们刚刚说的话 于是为了验证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她便开车朝大厦的方向驶了过去 很快她就来到了大厦的楼下 可这里的保安却不让她进去 因为保安也表示凡是11点进入大厦的人 最后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踪 可女警哪里肯相信这些 她不顾保安的阻拦 一意孤行地非要独自进去查看 可让她感到失望的是 尽管她走遍了整个地下室 可这里却依旧什么也没有 她想要打开门上去 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她以为又是同事们的恶作局 可眼见门后没有一点动静 她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立马拿出对讲机就要联系同事 可糟糕的是 这里似乎一点信号也没有 没办法 她只能独自寻找其他处去的路 可倒霉的是 这里的门似乎没有一个能打开的 这下女警可有点慌了 但好在上天保佑 她终于在地下室的尽头 成功打开了一扇门 可谁知刚等她出来 她却惊讶地发现 这里居然正是自己刚刚搜寻过的走廊 并且紧接着就连进来的门也被锁得死死 彻底慌了 她想走出这个走廊 可走了半小时也不见出去 她意识到自己被困在这里了 更想起了同事们之前说过的话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她明白自己已经走不出去了 于是便打开了随身携带的记录仪 因为她深知能给世人留下的 就只有这段录像了 但在人 Doesn moon 海死不 готов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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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